大家好,我是索菲娅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菠萝长出来将近25天了 今天的天气很暖 把它慢慢搬到室外 这样它应该会长得更快一些 过了一个多月 这个菠萝已经长得很像一个菠萝了 四月的天气总是变化这么无常 而且今年的四月呢 天气呢,特别的反常 四月初的时候 天气呢,突然间 白天呢,升到90度 华氏度 这两天呢,到了四月底了 这个温度呢,晚上又会降到30多华氏度 所以这个菠萝又给它搬进来了 晚上太冷了 但是它现在还是在长大 这菠萝了 这菠萝是天天的在长大 但是就是长得有点慢 因为现在只能搬到室内了 去年的夏天 去年的夏天 整个夏天呢,我都是把它放在正对着太阳的地方 放在正门 让太阳光照射它 所以今年春天 它就长出菠萝出来了 看来阳光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希望五月的时候天气会固定下来 会暖下来 然后我就再把它放到阳光好的地方 放到室外去 然后再给它撕一些肥 现在我来撕一些菱肥比较高的肥给它 这是水溶性的肥 现在给它撕一些肥 让它长得比较大一些 长得快一些 而且呢,撕了肥 它这个果实呢 会便度高一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 点赞 并欢迎转发 点赞 点赞